民进党中华管理好 孙宁王秀宏 今天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的波动之下 公布农业的政见 以特别提出 既敢领导给L生技农德各位 以搭着阿台回路中心 产部的公路运行上款 安心的会社力见 跟中南由其地区 农业幸福串人生L生技农德 希望先为中华农业的关系列了 中华是农业的大关 要如何来提升并且进行中华农业 是真正中华管理关心的重点 民进党提名中华管理好专人吴宿宏 今天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的波动之下 将对中华农业的未来 提出循环 以中以搭着阿台回路中心 产生L生技农德 先为中华农业的关系列了 就是我们推一个生机L郎道 那这个生机L郎道 我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从北到南 就是我们的台中改良厂 台中改良厂 那第二个串联就是我们 田围永静的公路花园 接下来是串联到我们 张南产业园区 到后面是我们的西州公园 大张南生机L郎道 我是串联台中农改厂 这个是成为我们的事库 那田围永静公路花园 这是很多观光客会来的地方 那张南产业园区 我们未来会成为一个农业的 这个智慧农业的产业园区 是我们的智慧农场 那西州公园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成为亚太花都中心 这个地方一百二十几公顷 非常大 那每一年可能就是在过年期间就办一个活动 这个地方就就就没了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说这个地方是长年 长年都可以在这边有有山有水 然后里面还可以有住宿的地方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也将对文秀峰所提出的政権伯书 表达出未来的专业来支持 一张画是所有农业部门里面坦白讲 除了产值以外农民数也最高的 那又有这么多特色的农业序产品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特别请假 而且要来帮刚刚我们秀芳委员所提到的 所有的零到六的七个政策里面 我再次的强调来重点的说明并全力的支持 因为这是我看过所有的县市长候选人里面 农业政策最具体 而且最跟我们在地的彰化连结 文秀峰也表示 他是农家主帝 所以了解农民的辛苦 所以他的政権都经过农业专家 跟团队所几个人 组队的同贵科研 新中华新闻北苗林中华 彩虹报道 农业大现 农业大现 农业彰化 农业彰化